那我们再来看刚才说的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 这是一个单独的选择题的考点 考的次数还挺多的 最近几年考过一次 但是前几年的时候 哇拼了命的考 首先我们说学习曲线 什么叫学习曲线 学习曲线指的是 你在一个行业扎根时间越长 积累的经验越多 你的成本就越低 而规模经济刚才说过了 是你生产的量越大 你的成本越低 所以记住这两句话 对不对 有人说老师规模经济我了解了 刚才你举了例子 对吧 量越大成本越低 我明白了 学习曲线 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行业扎根时间越长 积累的经验越多 然后我的成本越低呢 能不能举个例子 我说个简单点 你在这个行业扎根时间长了 你积累的经验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会成本低呢 很简单 你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 走了无数的弯路 掉下去了无数的什么样 大坑 对不对 才走到了今天 那么在整个行业中 你要注意 如果这些潜在进入者 想要进来 他要怎么办呀 他要重新走你的老路 要一个一个的坑掉下去 要一个一个的弯路走过来 才能到达你现在的这样一个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 就给这些潜在进入者 形成了一种什么呀 形成了一种结构性障碍 对不对 我要走这么长的路 才能超越它 没有捷径 不可能一步登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曲线 首先形成了一种什么呀 结构性障碍 对吧 那么为什么他会降低成本呢 因为你掉下这个坑 你不会再掉下去了 这个弯路 你不会再重复再走了 对不对 你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摸索 你已经找到了这个行业的窍门 找到了这个行业的什么呀 关键核心的点和方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想比较 你的成本就低 别人还在走弯路 还在掉坑呢 你沿着一条笔直的马路就怎么样啊 向东方就前进了 对不对 所以学习曲线也会降低什么呀 降低我们的成本 那么考试中考什么呢 首先考的是概念 这个概念倒不重要 就是学习曲线你知道 这个就是积累的时间越长 干的时间越长成本越低 规模经济就是量越大成本越低 知道这两句话 概念就很好判断 他只要描述的是这个方向 他就是对的 第二个呢 你要知道 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往往交叉影响 产品成本的下降水平 一会儿是规模经济 由于我生产的量多了 我的成本夸下来了 一会儿是由于怎么样啊 我生产的时间长了 对不对 经验积累的多了 我的成本下来了 一会儿呢 我的量又上去了 成本又低了 一会儿怎么样 积累的经验又多了 成本又低了 所以他们俩是交叉影响 产品成本的下降水平 这是要注意的啊 他们俩是 一会儿这个出现 一会儿那个出现 一会儿这个出现 一会儿那个出现 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记住啊 是交叉影响 记住这个关键的词 那么规模经济呢 要注意 学习经济很小的情况下 规模经济可能也是很大的 这在简单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中 通常能够产生 有人说学习经济是什么呀 对不对 这边 不有学习曲线吗 学习经济就是学习曲线 带来的什么呀 经济效益吗 叫学习经济 所以这句话说的就是 学习曲线 或者叫做经验曲线 很小的情况下 规模经济可能是很大的 这个能理解吗 虽然我这个公司 对不对 没有什么学习经济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这个行业啊 我没有办法靠经验的积累 来创造我的竞争力 对不对 来降低我的成本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规模经济 就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 比如说简单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 资本密集型指的是什么呀 资本密集型是只要你投钱 就立刻能够达到一个什么呀 达到一个想要的效果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只要你投钱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想一下子 对不对 降低成本 对不对 或者说你和你的竞争对手啊 在同一个行业竞争的时候 你们想一下子降低成本 只要投钱就可以了 扩大生产规模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行业不需要经验的积累 也没什么经验的积累 他可能前一天还是个门外汉 他一拍脑的时候 我想进入这个行业 那怎么进入呢 投钱就行了 把规模做起来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技巧 没有什么经验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规模经济就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 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简单来记这句话就是什么呀 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中 记住啊 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中 对吧 只要投钱 就立刻能够创造规模经济 对吧 立刻能够进入这个行业 对吧 没有什么门槛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说规模经济很大 学习经济很小 那么学习曲线呢 规模经济很小的时候 学习经济可以很大 比如说计算机软件 等等这些什么呀 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 它的规模经济很小 你比如说 做软件开发的这些公司 它可能没有太大的量 它一次接100个项目 员工都累死了 对吧 吓坏了 100个项目同时运行 不敢 对不对 可能就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接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它的学习经济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软件这个东西靠的就是经验 你开发软件的经验越多 对吧 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时间越长 你积累的这些什么呀 原始的这些 这个软件的程序越多 实际上在后来你的成本就越低 为什么 当有新的项目的时候一找你 对吧 你模块化了 对不对 把这几个模块一接 是不是你想要的 不用给你重新开发了 对吧 所以在后期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学习经济特别的大 所以你在找软件开发公司的时候 实际上软件开发公司在第一个项目的时候 实际上是成本很高的 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项目 你会发现怎么样 几乎成本就越来越低 为什么 大家的需求都是相似的嘛 我拿之前的东西改一改就给你了嘛 对不对 靠自己的经验 靠自己的一些什么样 之前积累的这些知识 对不对 我就可以怎么样交差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学习经济会很大 所以记住了 计算机这种什么样 复杂的劳动密集产业中 规模经济很小 学习经济怎么样 很大 记清楚了 很拗口 资本密集谁大谁小 资本密集型是规模经济大 什么样 学习经济小 然后呢 计算机这种什么样 劳动密集型呢 是规模经济小 学习经济大 记住这个 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定律啊 在日常生活中 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就是这个样子 不一定啊 这个只是书中给我们举了一个 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 它的一个例子 考试中呢 它怎么考呢 下列关于学习经济和规模经济 说法正确的事 或学习曲线 规模经济说法正确的事 然后A选项 学习曲线概念 B选项 规模经济概念 C选项 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 往往怎么样啊 交叉 影响 选不选 然后D选项 什么样 学习经济很小的情况下 规模经济很大 在简单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中 能够产生 全部都是原文出现 这个地方没有考过其他的类型 全部都是原文出现 所以你要进行判断 他一般来说啊 他这个地方往往是在这两个地方 给你替换一下 他会怎么说呢 A选项 学习经济很小的情况下 规模经济可能是很大的 存在于计算机软件 这种复杂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 对不对啊 是错的 他给你换位置了 或者怎么说呢 规模经济很小的情况下 学习经济是很大的 在简单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中 能够产生 他把前面的内容给你怎么样 给你改了 所以你要能够判断出来 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判断的点 往往就在于这两句话 所以一定要记准了 在历年考试中经常出啊 把它记全了 好不好 我这边就不做过多的讲解了啊 那我们再来看行为性障碍 什么叫做行为性障碍啊 它指的就是企业对于呢 这个进入者实施报复手段 所形成的进入障碍 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的房子 我的领地 你进来了 不行 我把你打出去 对吧 虽然这个结构性障碍 没有防得住你 那我就靠我的什么呀 哎 行为性障碍 靠我的双手把你打出去 那么这里边包括两种 行为性障碍 第一种叫做限制进入定价 第二种叫做进入对方领域 什么叫做限制进入定价呢 很简单 它的判断标准 就是企业降低了价格 为什么降低价格 是一种行为性障碍呢 你想一想 当潜在进入者 想要进入 或者说已经进入你的地盘的时候 你立刻就降低了价格 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 潜在进入者 他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你降价了 我是不是也要跟着降价 为什么 本来你就是在位者 有在位者的优势 你这个价格一低 消费者更加疯狂了 如果我作为一个新的进入者 或者即将进入这个产业的 这个什么呀 潜在进入者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不降价 那可能我的产品都没有人问津了 对不对 所以潜在进入者就要去思考 我还要不要进入 或者我要不要赶紧退出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 限制进入净价 企业通过降低价格 让潜在进入者 意识到这个领域无利可图 我都是低利润在销售 如果你进来 除非你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我还低 除非你价格比我还低 利润比我还低 对吧 否则你在这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潜在进入者一琢磨 撤出去了 对不对 或者被打得灰头土脸 就跑出去了 对不对 哭着就走了 这都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限制进入定价 那么限制进入定价呢 往往是在位的大企业 报复进入者的一个重要武器 特别呢 是那些技术优势正在削弱 投资正在增加的市场上 那我们说为什么技术优势正在削弱 投资正在增加 这种市场上往往限制金融定价更好用啊 你想一想啊 如果这个行业 它还是一个技术优势占主导的这么一个行业 那你说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 他在乎这个成本和价格吗 可能不在乎 他只要技术上有优势 能形成差异化 不管你降不降价呢 本来你就是要淘汰的产品 你降价是很正常的 所以潜在进入者还会进来 只有在那些技术优势正在削弱 投资正在增加的市场上 在位的大企业 往往会采用什么呀 限制金融定价 这种行为性障碍 就说白了 对吧 咱们的产品都差不多 拼的就是谁啊 谁的价格便宜 越是这种市场 限制金融定价就越有效 比如说拿小米公司来讲 小米靠小米手机呢 当时一下子就怎么样了 名门天下 让所有的这些潜在进入者都发现 哇 原来手机行业这么简单 赚钱这么容易 一个做UI的 做这个手机的这个界面 对吧 UI 都可以来做手机 还能赚到钱 所以他们蠢蠢欲动 纷纷要进入手机行业 那么小米就采取了一个 限制进入定价的一个方式 他把自己新出的手机 定到了799 红米手机 到现在红米还在 所有的潜在进入者一看 哇塞 这个配置的手机卖799了 如果我现在进入这个行业 我能卖699吗 甚至我能卖750吗 一算 好像卖不到这样的价格 对不对 亏本了 所以他们干脆就怎么样 不进来了 所以你看手机行业 小米当时 用了很多的这些战略手段 要不然他也活不到今天 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 限制进入定价 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 判断的标准 就是企业降低了价格 来威慑潜在进入者 来打击潜在进入者 让他们觉得 你再不出去 或者你想要进来 都是无利可图的 你赚不到钱的 对不对 这个就叫做什么 行为性障碍中的 限制进入定价 很简单吧 注意啊 判断标准 降低价格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 在什么样的市场上 往往喜欢使用 这样的一个 行不行障碍啊 技术优势正在削弱 投资正在增加 好吧 记住这个 那么进入对方领域呢 进入对方领域很简单 你到我的地盘来 我也到你的地盘去 这个进入对方领域呢 是寡头垄断市场上 常见的一种什么 报复行为 我来举个例子 让你来理解啊 什么叫做 你到我的地盘来 我到你的地盘去 我们看 这家公司你都知道 这个呢 叫做菲利普莫里斯 菲利普莫里斯 这家公司是干嘛的呢 这家公司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但是男同学 可能会很熟悉 因为这个小标志 小logo 对不对 而这个标志 我好像在某款香烟上 见过 万宝路 大家抽的那个Marble 就是他们公司的 很火热 对不对 结果呢 突然有一天想 想到一件事 说 哎呀 自己很单调 要不我们也做点 碳酸饮料吧 对不对 本身他是干嘛的 他是做这个 柠檬酸饮料的 卖这个柠檬酸饮料 卖的特别的好 就我们喝的柠檬汁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出的特别的好 在国外特别的畅销 但是碳酸饮料呢 他突然发现 百事啊 和可口啊 赚翻了 所以他也想去做什么呢 做这个碳酸饮料 所以他就收购了 这家公司 叫七喜 把他给收购了 进军碳酸饮料行业 后来的事情 怎么发展的呢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突然间 他们俩发现 菲利普莫里斯 不好好经营自己的 柠檬酸饮料 进入我们的碳酸饮料 对不对 还收购了SAMAP 他们就引起了警觉 他们干的第一件事 是什么呢 他们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自己也生产什么呀 柠檬酸饮料 不是你来我们的 碳酸饮料圈搅局吗 那我就去你的大后方 在你的柠檬酸饮料圈搅局 后来菲利普莫里斯 突然发现 碳酸饮料没卖好 然后后方的柠檬酸饮料 怎么样啊 阵地还快要失手了 所以赶紧就出售了SAMAP 这就是简单的什么 你到我的地盘来 我就到你的地盘去 对于可口可乐和Pepsi来讲 他们认为 菲利普莫里斯 就是一个潜在进入者 你压根就不是 我们这个圈内的人 对不对 你非要到我们圈里来 所以面对这种潜在进入者 他们的行为行程障碍 就是怎么样 我也到你的地盘去 对不对 咱们互相来吧 互相搅局吧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进入对方领域 在考试中呢 这个进入是扩大解释的 一个是产业内的进入 一个是产品类别的进入 一个是地理区域的进入 产业内的进入呢 很简单 对不对 两个产业不同 A产业到B产业来了 然后B产业也怎么样 上A产业去搅搅局 这个是产业内的进入 对不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菲利普莫里斯 如果当时没有那个 那个柠檬酸饮料 他就是卖烟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他突然想 我要去卖饮料 然后遭遇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呀 反击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也去怎么样啊 也去卖烟了 你来卖饮料是吧 那我也去卖烟 这个叫产业内的进入 为什么 两个不同的产业 香烟和碳酸饮料 对不对 你这个卖烟的到我的碳酸饮料来 我的碳酸饮料就到你的香烟那边去 这个叫产业内的进入 那么产品类别的进入呢 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你卖我的产品 我也卖你的产品 对吧 像刚才 我们说 虽然都是饮料圈 还是举这个例子 虽然都是饮料圈 你卖的是柠檬酸饮料 我卖的是碳酸饮料 虽然我们在一个大的产业 但是原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你现在开始怎么样 卖我的碳酸 那我也卖你的柠檬酸 这个叫产品类别的进入 缩小了一圈 地理区域的进入呢 就更简单了 在历年考试中经常出的题就是 山东的啤酒上北京来卖 北京都不爽了 也跑去山东卖 这个叫什么 地理区域的进入 咱们俩本来是怎么样啊 楚河 汉界 划分的好好的 你在这边卖 我在这边卖 你在河北 我在北京 你在山东 结果怎么样 你跑到我这来了 踩过界了 那我也踩过界 上你的地盘去卖 打破这种平衡 这个叫做地理区域的进入 那么这三个层面的进入 都称之为什么呀 进入对方领域 一定记住了啊 产业内的进入 产品类别的进入 地理区域的进入 都属于什么呀 我们的进入对方领域 记清楚了 好不好 扩大解释 那么来看 这道历年习题 检测一下大家呢 对刚才我们讲过的 潜在进入者 这个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山野公司呢 是国际著名的 户外运动服装设计和生产商 该公司的产品呢 广受消费者喜爱 被誉为呢 户外运动服装行业的 第一品牌 那么不少企业呢 试图进入该行业 并挑战 山野公司的市场地位 但威祸成功 山野公司 为潜在进入者 设置的结构相当爱是 A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指的是什么呀 量越大 成本越低 有体现吗 没有 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包括几点啊 两点 一个是品牌优势 一个是政府政策 对不对 有没有体现 实际上是有的 被誉为户外服装的 第一品牌 对不对 其他的公司 要挑战他的第一的地位 挑战的是什么 你第一品牌的地位 所以他的核心的词 在那儿的品牌 对吧 所以B选项 我们先打个问号啊 基本上可以判断了 C选项呢 谁曲线呢 指的是什么呀 在行业 有体现吗 没有 对不对 D 现有企业对于 关键资源的控制 现有企业对于 关键资源的控制 我们说关键资源 包括什么呀 包括资金啊 渠道啊 对不对 原材料啊 等等等 我们讲过 所以有体现吗 没有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什么呀 我们B选项 那么这道题 我还要提醒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看到B 一看到D 就要想到一点 这是谁啊 贝恩说的结构性障碍的 二三点 对不对 一看到这二三点 就要想到 老实讲的 现有企业对于 关键资源的控制 包括了哪些关键资源 一看到现有企业的 市场优势 就要想到 对吧 有哪两个市场优势 一定要严格 按照这个标准去判断 你就不会出错 好吧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什么 我们的B选项 再看这道单选题 乐普公司是一家呢 制作尼速工艺品的家族企业 该公司成立100多年来呢 经过世代相传 积累了丰富的 尼速工艺品制作经验和精湛技艺 产品远销国内外 目前一些企业试图呢 进入尼速工艺品制作领域 根据上述信息 乐普公司给潜在进入 试的障碍是什么 他是一家什么呀 做尼速的 然后呢 100多年来 经过世代相传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艺 这是什么呀 一看就知道了 通过长时间积累的 对不对 竞争优势是什么呀 我们的学习曲线 对不对 实际上大家直接就可以做答了 对吧 证据选项是B 一看完这个题 直接第一印象就出来了 然后把那个我们的ACD 再简单判断一下 就可以确定是B选项了 没错吧 是不是很简单 再看这道单选题 万里公司呢 在全国各地拥有15个 仓属物流中心 还控制了多个中药材交易市场 基于此优势 万里公司决定构建一个 中药材的电子商务市场 并把它呢构建成实体市场 与虚拟市场相结合 中药材电子交易 与结算服务为一体的 中药材大宗的交易平台 目前许多企业呢 计划进入中药材电子商务业务 万里公司给潜在进入者 设置的障碍是什么呀 规模经济量比较大 对不对 成本比较低 资金需求 对吧 需要很多的钱 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还是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啊 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的是他的一个什么呀 我们的仓储物流 对不对 在全国各地拥有15个 仓储物流中心嘛 还控制了什么呀 中药材的交易市场嘛 这当然是我们的什么呀 关键资源的控制了 对不对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什么 D 有人说为什么不选C呀 市场优势指的是什么呀 政策和什么和品牌 有吗 没存在呀 对不对 资金需求呢 没涉及到钱呢 有人说规模经济 对不对 15个 对不对 这么多呢 然后又把它们打到一起 形成了一个规模了 对不对 成本就低了 你也知道规模经济是成本低呀 规模经济体现的是 因为你的规模上去了 而成本降低了 这里边有显示出 它规模上去了 成本降低了吗 没有 关于成本的问题 半毛钱都没提 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我们的D选项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这都是历年考试中呢 我们出现过的一些试题 你说是不是 相对来讲 没那么难啊 你真考个八九十分 是不是很容易的事啊 对吧 还是比较简单的 再看这道单选题 下来关于规模经济 和学习经济之间的关系 表述正确的事 看 两者总是同方向变动 在复杂的劳动密情产业中 学习经济很小 规模经济很大 在简单的资本密情产业中 规模经济很小 学习经济很大 两者往往交叉的影响 产品成本的下降水平 是到单选题 直接作答 什么呀 D选项 是不是 没错吧 因为是到单选题嘛 A 我们没有设计 不确定打个问号 B和C 根据我们所记的知识 是不是直接就能判断出来 是怎么样啊 是错误的 D 根据我们记的知识 对吧 交叉影响 特别强调让你记这个交叉了 是不是就是书中原文呢 书中原文出现 还有什么犹豫的 D选项一选 ABC全部都是错的 对吧 所以对于A选项 用排除法也可以怎么样啊 把它排除掉 没错吧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呀 我们的B选项 对于B和C啊 大家看一看啊 为什么实际上原来 如果在几年前听过我讲 陆伯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 我原来讲课是不讲题的 为什么在现在 开始把题放进去了呢 因为很多同学有发现他呢 听完了课之后就不做复习了 一道题不做 他也不知道这个知识 该怎么出题 感觉自己听懂了 最后一上考量就死掉了 所以我把这个题放在这告诉你 有些知识点是要背的 不是靠理解的 所以刚才全部都是原文出现 就原文选择 原文出现给你改了 对不对 那基本就是怎么样 就是错掉了 对吧 像B和C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原文整个前后给你换了个位置 那就是错了 D选项就是原文出现 就直接是对的 还需要一个一个去分析 一个一个去判断吗 对吧 一个一个去感觉一下 代入一下 还需要吗 不需要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 通过我们做题 来总结一个经验 什么经验 就这个知识点 我到底是要背下来 还是要理解 就能把题做对 你通过做这些历年的考题 通过做练习题 你就能够怎么样 有效的找到 这个知识点 该掌握的程度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知识点 真的你需要原封不动的背下来 否则真正在考证中出的时候 要么就是耽误了时间 要么就直接分析错误了 所以这我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啊 苦口婆心的 因为我是希望大家 今年以自行通过 因为可能大家之前 也接触过什么 不用背就能过战略 最后一个月冲刺就过战略 多多少少 接触过这样的一些说法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是讲课的老师 如果你今年有幸 通过了这门考试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出去给我吹 你说杨老师的课 我听了他的第一章 基本上通过他讲第一章 我后边五章 就能融会贯通了 所以我基本上就复习了三天 听了杨老师的课就过了 一定要把杨老师加上啊 出去吹的时候 你不要说我战略就听了三天 我就过了 战略就就留到最后 一个星期复习就可以 这个时候吹 你不加上我就 对不对 毕竟失声一场 一定要加上我 是因为听了我的三天课 但是从老师的角度告诉你 不可能的 不要去相信这些东西 你听明白了吗 这个历史啊 都是谁书写的 胜利者书写的 他考过了之后 他想怎么说怎么说 他甚至可以说连书都没看 就直接过了六科 对不对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考试 你不知道这个考试的残酷 我每年都在看这么残酷的事情 看那么多同学 直接就挂掉了 对不对 有的还能站起来 有的再也起不来了 对吧 所以这是我要提醒你的 就是我让你背 一定有它的用意 一定不是在坑你 一定是为了你好 好吧 如果你不信 还是那句话 做历年习题 历年习题 都是之前考过的 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 对不对 所以还是那句话 通过做历年的习题 结合老师讲的知识点 你就知道该掌握到什么程度了 该背的一定要背下来 所以在做历年的东西 那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